演示一下把图音迷你速控机加装内置电源的整个操作过程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是升级套件 是一套升级套件 装配于迷你速控机上面的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操作 首先呢 我们需要拆掉这螺丝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还有这儿三个 这地方的一个螺丝 好 我们现在拿工具 现在开始进行拆解 今天要用工具的银子 这个银子的银子 一旦用工具的银子 然后让工具的银子 还用工具的银子 打工具的银子 就是这样的银子 我用工具银子 拿工具银子 做工具银子 做工具银子 好 螺丝拆掉之后 将外户壳拿掉 将外户壳拿掉之后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 它有个不经电机将它旋转 将它推到最里面 OK 现在咱们下一步就是要拆这个卡子 把卡子向出拉是吗 把它拔一下 好 把它拿出来 下一步是怎么做 将固定的这两根线拆下来 是吧 好 还有一根线拆下来 好了嘞 好 将这两根线拆解下来之后呢 我们将它放在就是把它并在一块 拿那个绝缘胶带给它缠好 来 需要拿东西固定吗 需要拿东西固定吗 就把它缠结好 是吧 对 嗯 好嘞 下一步呢 我们将速控机放倒 下一步呢 我们将速控机放倒 好 好 放倒以后将底板螺丝拆脚 对 嗯 所以 我几句 eh 稍微刀放倒 对 ,我感觉到 将铁板取向 平缓拉出 将插头拔掉 这儿的两根线把螺丝拆掉 咱们再做下一步工作 首先呢 这有两根单独的黄线 这两根单独的黄线上面都有编号 这个编号是几 这是7 这是6 那么这7和6怎么接 6接12 6接12 12在上面有标记 对 7呢 11 来 咱们看看 10亿 这地方有个10亿 对 把它上好 上好下一步 是不是要把 原味 它恢复到原味 就是刚才是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 就是刚才是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 咱们现在要装到什么地方是吧 对 好 把它按进去 好 那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拆它了 对 这个插头插座 把它拆下来 有两个螺丝 好 将充电插座拆下来之后 我们将 把原始的充电插座拆下来 我们将新的充电插座 再安装回去 螺丝在上上上 好 插座固定好了 那么剩下的线 我们将线穿到下方 是吧 这两根接的线穿到下方 从这儿取出来 好嘞 取出来之后 咱们开始准备下一步操作 我们现在开始接电池主板 大家看好 这个电池主板上呢 这地方有几个卡线做 卡线做的下方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123456789 还有24伏 这是正极 这是正极 这是负极 我们呢 这个每条线的线数上面 它都标有数字 123456789 它都标有数字 咱们一一对应的 装到 就是卡的这个线数上面 然后把正负极 对应的 拿螺丝刀把它固定到正极和负极上面 好我们开始进行操作 这个线 只用往上卡 就行了 就不用螺丝拧 插进去 是吧 对 对 嗯 往下一按 插进去 好 插进去 接针 带来 复解 复解 不能 好,最后将这上面的电源上面的插座插好 这插头插好,然后安装回去 好,安装回去之后将外围的螺丝再重新固定好 将螺丝再安装回去 好,好,好 姜汁两个 好嘞 好 我们将后板再上 后板五个螺丝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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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螺丝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 咱们现在转开主电源 好 我们现在将主电源打开 它现在已经可以工作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许电量 看 这里就是它的电池的许电量 好嘞 那么我们现在把充电器连接上 我们将原始机子上面的充电线插到我们的水平器上面 好 然后插到主电源 插到外接电源上面 100-220V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上面有一个12V的 12到24V的一个输入口 好 我们这是用支流电充电 并且呢 可以使用车载的点烟器 进行对这个设计进行来充电的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不带内置电源的迷你图音速控机 升级为带内置电源的图音迷你 好 整个拍摄